这个我要说一下啊 她的儿子和萨仁娜老师的女儿 竟然曾经是同班同学 对 小学的同班同学从六岁开始 天哪 六年 那个时候你们彼此知道吗 当然知道了 不是 就是你们 孩子一上学你们就知道吗 是我 我们早知认识 是 是什么呢 我这个事吧 其实 我特别感谢玛丽 因为我们都在西边住 那时候我住是一城 然后她呢 是在她那个香山那边 香山 对 然后她就跟我说 娜娜 孩子要上学了 怎么办呢 因为幼儿园的时候 孩子要上学的时候 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嘛 我们就找啊找啊找 她还替我去考察了很多学校 最后说娜娜 我拍板了 你相信我 一定是海淀外国语实验学校 我什么懂二话没说 我说你信的 我就信 我信你 是 所以我们就去了 去了以后 我觉得孩子在那个班很快乐 真的很快乐 我们上的是文体班 她女儿跳舞 我儿子打羽毛球 是吗 对嘛 小水小 那个时候小水比香香要小半年 小几个岁 几个月 对 要小半年吧 就是个子也小 然后状态也小 人家现在一米八八了 她说不行 你是姐姐 你要保护弟弟 特别可爱 好可爱 好可爱 很小 那小还是小一点 这十岁 天哪 十岁 九岁左右 但当时你们就六年都一直是同学嘛 对 是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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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你们会不会经常你俩的互相说一下呀 没有啊 事多了去了 我们是有的时候一接完孩子就带着孩子去吃饭 吃好吃的 各种好吃的 然后孩子们在玩 我俩就 然后对 关于教学的问题 对对对 那你俩当时就觉得是闺蜜呀 那当然了 是的 是的 然后我还感谢玛丽尔一次带着我坐游轮 那是我平生第一次 对 我就走吧玩去吧 我们五个妈妈带着五个孩子 五个孩子 特别可爱 那是那一次 她那天刚一上游轮就送我们一个房间一瓶香槟 那我就变成五瓶香槟 然后呢 我们五个人就拿到了甲板上 哎呀 浪漫的 看着星空啊 然后弄了个冰罐往那一弄 然后有两个女孩不喝酒 人家就陪着儿子们去玩了 儿子 女儿她们就去玩了 我 三十大还有一个女朋友 我们仨把这五瓶香槟喝光了 然后最后的酒 喝光了以后马铃是这样的 我要回房间 摇着 摇着着 我说 坏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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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不是 因为香槟确实那个劲儿很大 让我特感动的是小水 对 小水一下子冲过来 你想那时候她也就六七岁 妈妈 一摟住她的药 妈妈 我扶着你 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 哎呀 我怎么没有个儿子呢 我也想说个儿子 我也想说个儿子 帅你现在看到那个小水打那个高尔夫球 你激动吗 我们在 特别激动 每次她都在 特别激动 对 因为我是看着孩子们 一点一点的长起来 就是那种孩子长大 其实我们没有觉得自己老 你只觉得孩子长大了 我觉得 原来都是小豆包 那么一点点 那么一点点 就是能记忆当中的 全是孩子小的时候的样子 没错 没错 他们大了就觉得 哎呀 天哪 他那天贴香香的照片 我说 我说你确定这是香香吗 是香豆吗 他说 是香豆 那个张老师的 你两家就没想过 连一块一下 想过 都是各种梅 我们都是各种梅 人家俩人是哥们 对 多配啊 你们家那大哥 对 我觉得真的 小水啊 特别 特别好 从小的时候 她就有一种 特别会照顾人 对 很好 然后呢 就是特别好的 一个男孩子 对 还特别有才 画画 打球 唱歌 演戏 我真的都觉得特别棒 她是完全继承了 妈妈的最优秀的品质 她一说这个我就要乐 我们小水比较糊涂 作业永远写不完 然后呢 那有一次回家 就跟我说 妈妈 你觉得香豆的脑子 是怎么长的 那时候还有点大舌头 我说香豆的脑子 怎么长的 她太聪明了 她太聪明了 她大舌头 太聪明了 太聪明了 我怎么了 所有的作业我做不完的 她都做完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